老板 烙面 加肉加辣 这不胜死了 这不胜死了 这需要那么多粒粒不辣吗 对啊 就是它 它怎么不会真伤 老板 烙面烙面不要辣 谢谢 好嘞 看这儿太辣了 这也很好奇看 是 行不行 别看了 吃饭 跟你也没关系 你们的牛肉面 谢谢 谢谢 不是说检查团要来 今天不补课的吗 检查团走了 我 你很喜欢吃香菜吗 不是很喜欢 但我就喜欢抢别人东西 别的才是好的 小姑娘 有一天你会明白 来 很好吃啊 感冒了要早点吃药 你好像不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 你们学校的乖孩子都怕我 什么是乖孩子 什么是坏孩子 你真不认得我 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 喂 喂 喂 给你 我家就住这附近不要紧的 我叫黎巴拉 要算了就拔唱歌 有空了找我玩 我请客 我终于认识了白拉 在学校后面的拉面馆里 后来我想 这其实是我一直都在预谋的事 年少时的好奇心最要命 如果时光倒流 或许我该做另一个决定 你看到的画面 永远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想要了解和靠近的人 也和想象的不同 好 快 来 你怎么来了 这话该我问你吗 谁欺负你了不成这样子 不管你的事 我猜懒得管哪儿 很多故事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但当你以为它已经结束的时候 它其实 又才刚刚开始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变坏 才能像那个叫做黎巴拉的女孩一样 随心所欲 要什么 有什么 你去天中派我叫徐的男生 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我要他胜败命令 没问题 没问题 不问为什么 不问 你得rr 是谁是谁是谁啊 是谁啊 是谁啊 飞車 不是名官 急事呈 你扔炭pose 奇 你快看 天惊 handlar 危险 放� SARAH 看什么看 作 走 快 韩文哥 多危险吧 抓紧 帅哥 改天见 走 没事吧 没事 对面的男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张婷帅 等等我 大家好 我是李巴拉 李兵的李巴拉巴拉子巴拉 我在蒜里子巴唱歌 去看完张婷 你干够了没 我看看你了 你这个 你臭小子 你瞎死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以后你就住这儿吧 我也住这儿 我就告诉李姨父啊 这房子租不中去了 好不好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你看 你干什么 你真美 美得今世还行 你以后就跟我在一起吧 别唱歌了 我养你 你养我 你养我 当然了 你拿什么养我 男人嘛 有力气就能挣到钱嘛 我为了你 什么苦都愿意吃 那也得我愿意才行啊 没问题啊 只要你别跟天忠那个小孩 在一块儿 就行了 好 要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 你敢动他一下你试试 你快乐 来 来来来 喝个奶茶 别在意了 不就是保送吗 大不了咱们再考更好的 我有说过我在意吗 你在这儿 长地好大一圈 你还记住不能忘吗 我来就是告诉你 我不去了 我要给小宝妹补数学 她数学又挂科了 就你那小宝妹 整天抽着一张脸 你还对她那么好 有吗 没有吧 走 拜拜 拜拜 难得周末 咱们去看电影吧 你也别复习了 我累了 你怎么不敲门啊 你怎么都不敲门啊 明天没有手啊 快帮我接一下 这些资料我都用不着了 放进这儿明年高考 你能用得上 谢了 别老玩电脑 对眼睛不好 放进这儿明年高考 别婆婆妈妈 对身体不好 别老嫌我烦 等我明年考出去了 你学习上难题啊 自己解决 你真放弃保送了 姨妈昨天来我家 跟我妈说了一下午呢 那个专业我不喜欢 我可是要考医科的 再说保送也得考 耽误事 麻烦 张让那么优秀 连出事都没过 她活该 她哪里得罪你了呀 也就她老有看法 我对她没看法呀 我压根就懒得看她 她的优秀啊 你以后就会发现 对了 今天校门口 有个校外女生 对你们 恩许一大张旗鼓的表白 好多人会关呢 没戏 那可不一定 那个女生真的很漂亮 我看 许一这次威胁 再漂亮也没戏 要不这样 我们俩打一堵 如果要是许一 喜欢上那种女生 我帮你写一个月数学题 如果要是你输了 你得听我的 把这个本子里面的题目 全部做完 好啊 快回家吧 晚上挺冷 小心着凉啊 你说海那边 是不是就是神仙 没有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这是从海那边过来的 你从大城市回到这里 不会觉得闷吗 不会 你觉得闷 在酒吧唱歌 不是应该很好玩吗 这么了解我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你们这些好学生 一定很看不起 我们这些在酒吧唱歌的吧 不会 不会 我想 你唱歌一定很好听 还行吧 反正酒吧是我表哥开的 唱得再烂也没人敢聂用下台 你爸妈呢 不管你吗 死了 你怎么啦 快快快 眼睛进沙子 快帮我吹一吹 快点快点 小帅哥 你怎么脸红了 你别害羞了 你怎么啦 快快快 快点快点 小帅哥 你怎么脸红了 你别害羞啊 你别害羞啊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 刚把你诗圈给叫了 谢了 我请你听歌 什么歌 特别好听 真的 你喜欢听什么歌 国歌三不三 去你的 我这个人吧 是没什么情调 但是我小表妹 喜欢听陈奕迅 我觉得 你对你的小表妹 有一种异样的情感 开口闭口 都是她 哪有啊 她是有人笨闷的 需要别人照顾 我看你笨才对吧 你的小表妹要是笨的话 全世界就找不到聪明的人了 在我看来啊 她比猴子还近 你怎么在做高二的试卷啊 还不是因为她 她要不要 你怎么在乱 她要不要 她要不着想 我都知道她 她要要不要 她要不要 她要不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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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变成白拉那样的女生 穿得起红色的嘴唇 绿色的眼影 或许人生会因此而变得不同 今天太冷了 高三真好都没有体育课 我宁愿在外面动着 也不愿意天天面对着卷子 对啊 高三没有体育课 那我就见不着许易了呀 等你高三了 人家早毕业了 你们看 离巴拉 哪儿呢 哪儿呢 离巴拉 站住前面同学 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熟啊 天天从你眼闭地下过 当然面熟了 不是不是 你哪个办的呀 你猜 我哪儿有那么闲哪 你们班主任叫什么名呢 王晋 你不上课 我肚子痛 撒谎上瘾了 你还喜欢我们学校的校服吗 喜欢啊 来感受一下久违的校园生活 谢谢你帮我啊 不用客气 你怎么都不来酒吧找玩啊 忘了你是好学生 他们教室 在二楼最边上那间 不过你最好晚点去 这堂课正好是他们年纪主任的课 他们年纪主任很凶的 你怎么知道 我表哥跟他一个班 上次你把情书贴到我的黑板报上 我清理了好久才清理干净 对不起啊 下次换个地方贴 你还准备贴啊 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帮他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之间的一切 也许都不会发生 求双曲线的标准方程 A B大于0 通常是利用双曲线的有关概念及性质 许一 许一 你大身体啊 那边太吵了 好吧 我可以帮你写 但我不能保证全队 你别玩太晚 别忘了明天约好了张晏一起复习 你不是说 许一不是这种人 我有声吗 有公共鉴定线 且过点双曲线 你有没有在听啊 听不懂 怎么会听不懂呢 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还有什么为什么 你赌输了 你帮我做 可是我考试不能帮你考啊 我在夜里 都看过一个星星 只有他知道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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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 你 我在眼里 都看过一颗星星 好喽 吃饭喽 快来吧 来不及了 你这孩子 头发湿漉漉的 你去哪儿 来来来 快 擦开 我跟你说不能感冒 马上要考试了 知道吗 妈 我跟同学约好了 都知道 你昨晚那么晚才回来 今天别去补课了 休息休息 我先走了 你这慌慌张张的 早饭还没吃呢 不 吃不下 这孩子 这孩子最近怎么了 气气乖乖 他不是说了吗 跟同学约好补课 男同学女同学啊 你看你 这么敏感 这补课男女同学 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是他妈 你不能对孩子 这么无条件的宠爱 这么下去会出事了 能出什么事啊 这么大了 他知道轻重 他知道轻重了 爸妈 我出去了 原来难得放假 不在家里好好休息 上哪儿也去 约了同学不惜 哪个同学 有他张扬啊 你不信可以质问他们 我走了 回来 模拟高考就考成这个样子啊 你以为保送出事过了 就万事大劫了吗 期末考试如果考不好 你这个春节就别想跟我好好过 捡起来 捡起来 我警告你 不要再给我胡闹 我看你才在胡闹 大声点 再给我说一遍 别跟你爸顶嘴 快 道个歉 我哪里错了 那你还错对了 我都说约了同学复习了 你们能不能讲点道理 你老老实实陪我在家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 妈 我爸这是什么情况 你怎么火气那么大啊 对儿子 他都说约同学了 你让他去吧 早点回来 不许太晚 听到没有 快去 我知道了 你到那边等我 好棒 怎么样 我画得不错吧 下次你再教我 好 下次一定做一个新证 给我一个碗 可以 不可以 你先走 小朋友 继续啊 走吧 离巴了 我 我真没看出来 你也有这么疼男人的一面啊 是啊 那你这有嫉妒的份 怎么着 我能怎么着啊 那你还不快滚 我真没看出来 这小子就让你多开心啊 你离不开他 你再有扶车八道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撕烂我的嘴 我 我求你了 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 滚 我们走 走 等一下 你刚才跟李巴勒说什么 快跟他道歉 道歉 放手了你啊 打死你了 打死你了吗 狗狗 狗狗 走 走 走 妈 我是不是让你特失望 疼吗 不疼 不疼 没事 答应妈 以后再不跟那种女孩来往了 妈 她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妈 妈不管她是什么呀 妈只知道你现在给打成这样 从小到大你都那么乖 那么听话 从来不惹是生非 现在就快高考了 怎么还出这档子事啊 妈 妈 你别说了 我真的没有关系 我在医院再躺个两天 就OK了 爸 你知道打你那帮混小子是干什么的 他们成天混社会 那给公安局关几天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你跟他们成了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遭罪的是不是你自己啊 好 好 妈 我听你话 不要担心 我爸呢 你还记得你爸 他给你起得胃疼在家吗 好帅啊 你看这些照片啊 就是那点安格 是吗 存心不让他好过 混酒吧的人能有什么好人呀 你看这些照片啊 就是那点安格 你怎么听见了 是吗 我想 我也许又做了一件错的事 我只是隐约开始懂得 所有的任性都要付出代价 如同所有的过错 都要等待被惩罚 是吗 是吗 是 站好啊 小子我再跟你说一遍 离离巴拉远一点 以后见走了你也给我绕着走 你听见没有 我再说一遍 离巴拉 你追定了 你听见没有 你们今天 最好就弄死我 弄死我 离巴拉就是我的 离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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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巴拉在哪儿 离巴拉 这是谁呀 进去呢 快点 让进去 离巴拉 离巴拉在哪儿 我们都往东去哪儿 滚 弄死你 刘国新人都下 别死啊 放开 让他走 这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他拿我的东西我来给你 就是在惹什么 你也给我滚 考试认真仔细答题 上课认真听 不开小差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收起你们的侥幸心理 只有好好用功 才有可能考出高分 高考前 一定要做到心无旁骛 学习以外的事情 等考完了再说 好了 大家开始答题吧 继续 提醒 точ 4 4 4 5 5 7 6 愣 6 11 3 4 9 7 10 8 对 怎么刚开学许一就被处分了 对啊逃课了 在这么夸张 咱们两个学许一 他是许一 他这点儿就他 他这些学习不是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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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跟社会人都混在一起 对方说没有贷贱 对方说没有贷贱 就对了 好好对 跟他 mole 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多希望他能早点醒悟 看清事实 别再让关心他的人对他失望 还有我 我愿意站在他的身旁 直到所有的伤害和疼痛都消失 尽管这份关心 他永远都不必知道 我愿意站在我的心里 我愿意站在我的心里 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是丽巴拉 我有事找你 你谁 阿姨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孩 不过许一毕竟是个孩子 她还没有明辨好坏的能力 可您不是才说我是好女孩吗 好人卡就不用您给我颁发了 有什么事直说吧 许一就要高考了 你知道这段时间对她很重要 你能不能离她远一点 阿姨 虽然腿长在许一身上 她会不断来找我 但我会让她断了进我的念想 你开个架吧 什么意思 要多少钱才能离开许一 你有多少钱 你要多少 我怎么感觉像在菜市场砍价啊 我既然您这么爽快 我已经没必要跟您客气了 说吧 一千万 你开玩笑啊 是有怎么样的 不是有怎么样的 女孩家的 别吃那么多冰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 好 我是开玩笑的 只要许一不再来找我 我永远不会再去找她 就当她做了场噩梦吧 祝她高考成功 我可以这么红张噩梦吧 我也有个人 不是你吗 打得到吗 是吗 谁 要是有什么东西 但我希望他们没有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富家千金啊 我从没跟他好过 有什么可分手的 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 我想要的了 你急什么 记住你的话 只要你说谎 我就把你让我做的事说出去 你有胆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你可别骗我 不然我把知道的事情全说出去 你有种再说一遍 住手 住手 你给我滚 你没事吧 还好吗 你怎么回事冒血汗 要不要去医院 怎么又是你啊 你是我的奥特曼吗 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我也想知道 帮帮我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尔 木子李 王子庞加个耳朵大耳 一上有钱吗 好 只有这么多 谢谢啊 先进 回头还你 我送你回家吧 你想陪我去买包衍 你很少来这种贫民窟吧 那个路灯坏了 自我记事起那个路灯就没好过啊 小耳朵 你叫我什么 小耳朵 不好吗 我喜欢这样嫁你 要我说呀 她媳妇面相就不好 是 你看 长了一张扫把星的脸 就是她这媳妇放的 是是是 来 发财 告你个发财 为什么老干我的牌啊 干 干了就发财啊 王奶奶 发什么财啊 库肩都收完了 还发财呢 好 她叫小豆 是只母猫 可能是小阿拉送你一只 算了 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养猫的 你妈管那么严 你还真不管在外面跑 我来帮你吧 张扬 为什么打你 你没谈过恋爱吧 没 那你是不会明白的 那你把许一当成什么了 结束了 不喜欢她 为什么要招惹她 她对你是认真的 你知道她为了喜欢你 付出了多大代价吗 你是喜欢许一了是吧 你就真的确定张扬是真的爱你 我不在乎 张扬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想知道吗 现在不能告诉你 可是许一真的很难过 她需要你的帮助 我能帮她什么 装作我爱她吗 我可做不到 至少你可以劝劝她呀 你喜欢许一 喜欢一个人又不丢人 喜欢就去追 看她难过了就去安慰 善儿多你可以的 我做不到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做不到 对不对 我不是你 我没法让她快乐 我也不确定在这个年纪 这种喜欢是否可认她自长 不管不顾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条路挺黑的 我还是送你当工厂车站吧 今天的事 你别告诉别人啊 你在怕什么 男女间吵吵吵吵吵很正常啊 我怕别人误会她 你就当帮我吧 好不好 走吧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一会儿了 你手机没电 我联系不到你 对 我手机没电了 我去找尤塔 问了几道题目 你有没有觉得尤塔 不可以像个科学怪人啊 她的那脑回路啊 可以拿出来被研究研究 她几乎没有不会做的题 你陪我说回话吗好吧 嗯 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嗯 你猜猜看吗 嗯 你只会来 嗯 别做试卷了 你这个月月考 已经考进前三了 徐玉连前十都没进 这再加上她现在闹的这一出啊 这宝宋明哥肯定没有了 我看她爸还在我爸面前嘚瑟的啥 别人的事少管 再说了我只跟自己比 那么凶干嘛 好好好 我陪着你 看你做试卷 跳闸了 你干嘛去 看 以后不能看我的手机 你别晃晃这手机是谁送你的 拿着 滚 快 你ج не去 你去 买 我先用喧音 我去看一下 我先用喧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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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疼 你以后我没事 我疼 爸爸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疼 我不应该打你 不疼 你的丫头 你做死他 你说大半夜你都不吃腰疼了 你往家里还给我装贼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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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喜欢吗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这里坐坐 我们在学校有个秘密的复习基地 但跟这儿比起来 差得太远了 什么 天中职的那个方向 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在这里 就会想象自己有千里眼 那样就能看到你在做什么 有没有在想我 就不会太难过了 快考完了 一切都快结束了 你在上课的时候我去过你们学校 差点被开门大爷跟拦下来了 不会吧 你放心吧 我在天中有内线 谁啊 就今晚那个小耳朵 她呀 超级烦 是不是在你眼里面女孩都很烦啊 你还好 这话我爱听 你冷不冷 不冷 你经常有人来这儿不害怕啊 不怕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怕一件事 怕什么 怕你不喜欢我 我这的时候 也怕我自己 在这儿 只有两个我 一个好的我 一个坏的我 我怕我自己 都控制不了我自己 那我看见的都是你的好 我一点都不好 从恨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自己不好 为什么 在我恨小的时候 我妈抛下了我 和别的男人跑了 我爸很窝囊 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出 我恨他们 既然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为什么要把我伸下来 你想开点 我爸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死了 我妈扔下我一个人去了美国 这么多年 说了无数次要带我去 我还不是在这个小县城呢 她离我原点 我眼不见心不烦就罢了 现在她并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我根本就不稀罕她的感情 我对她只有恨 无止境地恨 我不需要她 不需要她来假扮救世主 那你现在不是有我了吗 那你现在不是有我了吗 我知道你有鼓励 但我可以等你 等多久 一辈子 搞不搞 我身上 我会让你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但是我看我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会有一个小小小 我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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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没有 你被安慰我了 我现在就是全天中最大的笑话 花儿又假咳了几身 就是想让小王子感到自责 所以小王子虽然很愿意去爱护他 但也很快产生了怀疑 小王子总是把他的话当真 但很多话 他其实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这让小王子很不高兴 你能帮我损回信吗 我失眠了 原来失眠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失眠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 每天早上准时六点醒 晚上十点就困得下耳朵了 许一啊 你在信里写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我好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爱一个女孩时 会对她说什么 但我又害怕知道 因为那个女孩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只希望 上帝能善待那些付出真心的人 我最终没有把信给巴拉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件对的事 不是我要是 不能过来 你不能过来 我能过来 我便不是 要是 我能过来 那不是 你 Air half a dozen 写了 耳朵 给你找了几本参考数 你的稚项就是数学 等我考完了 好好给你补一补 好 去调查 喜欢哈安的读者当中 百分之八十多的女生 而是百分之八十的女生当中 百分之九十的喜欢偶像 盛果文学的 谁 什么谁啊 我问你是谁做的这项调查 可能人 你是不是读记人家长得帅啊 有吗 我们这样隔日书下挺有意思的呢 就像偶像俊梨男女主角相遇的情节灯呢 嗨 嗨 我先走了 我送你回家 干嘛去啊 送我夏淼淼回家 你眼睛比你隔眼一袋 我肚子饿了 咱们四哥吃点什么去吧 我请客 吃牛排 来 怎么样 谢谢 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送你回家 我认得鲁病了 你这小表妹真有个性啊 不是真有 是相当有 白 那新开的高级会所 服务员都报应问的 你听得懂吗 当然 你呢 我们一起去 改天吧 一会儿还打工呢 你 干什么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对不起有用 要警察干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当民司啊 运拍S porta两座 人生会不会用 二 Clara 人生会寄业 姬小 Atlantic 你以为孩子 看他们儿有什么 tän儿坟 你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 你还有完没完 我告诉你 小姨就要高考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干杯 小心啊 来 坐坐坐 来来来来 你是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少喝酒了 又敢了 今天她不一样了 你说我们这些老同学 追到一起她多不容易 我今儿高兴 所以今儿破例 来 吃吃吃 来 大家吃吧 黄平啊 还是你有感召力啊 你以后啊得多回来 经常和我们走动走动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借机会啊 多见见美娟 当年啊 她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啊 没想到最后 被你小子抢走了 黄平啊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她许瑞扬天生的命啊 好 说得太对了 对了 张立得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跟她有联系吗 张立得 这名字这么熟啊 想想啊 就是有点对不上号的 瑞扬 你知道 是不是个子矮矮的那个 对 就是她 记得我有这上体育课 脚骨折了 是她背着我一路跑到医院 广平 你打算什么时候彻底回国啊 再等等 看看这边的发展 我说广平啊 你要是回来可得趁早 不知道咱们这个沿海的小镇 那马上就要变成经济特区了 没错 要全面大改造 旧城区全都要退到重建 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洗手间 瑞扬 没事吧 美娟 脸色可不好 没事 老毛病了 我去看看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有点头晕 你快回去陪他们吧 不舒服就早点回家吧 我打个电话叫着再来 接你回去 来 你去给我泡杯茶了 阿姨 叔叔 你给我泡杯茶了你去 真是 姐姐 你看看 同样是同学 你看许易 人家就知道去接自己的妈妈 你爸爸就是在那边喝死了 你都不管 医生让你少喝酒 许易那孩子 真是不错 找男人呢 他就得找这样 要找男朋友呢 他最重要的就得是那个那个 那个叫 门当户队 你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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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赶紧上楼吧 你老婆还等着骂你呢 老师 今天我学的差不多了 回去消化消化 好的好的 那咱们下桌再见 阿姨刚做的汤喝完再走吧 没有 那老师你慢走 好 叔叔 我先回家了 再见 你等等 这什么时候了 要不然 我让司机送你他 不用了 谢谢叔叔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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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这么晚 你上哪儿去啊你 张晏 你等会儿我 我叫你等会儿我 你聪了吗 我爸他喝多了 你不要嫌他那些 我知道 那你笑一个嘛 不要那么严肃 我就喜欢看你笑了 你爸说得对 门当户对很重要 我爸是喝多了 你听他这些鬼话干什么 我相信你 你帮过我的我都记得 你借给我的钱 我会尽快还你的 我要听的不是这些 明天再说 好 来 行 好 现在这个季节用电暖器 容易上火 盖毛躺就好 你别忙了 早点睡吧 麻烦了 我来 刘雨 你把我的信给他了吗 你说话呀 问你话呢 他拿到信之后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 那你当时告诉我呀 他说 他说他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所以暂时不想谈恋爱 让你好好高考 等你高考完了再说 真的是他说的 那你帮我找他 我想跟他见面说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呢 你不要去他不会见你的 我只是想问清楚一些事情 丽儿 你就帮帮我吧 我会感激你的 我想见他一面 哪怕只有一面也好 你答应了 对吧 那你帮我去约他 地点什么的都让他定 只要不是考试时间 我都可以溜出去见他 等考完不好吗 我真的完全没法专心复习 你要是愿意帮我 就去跟他说 实在不愿意 那我也没办法强求你 你最后再说 你先去 你上班 你尽便宜 你去看你 谢谢姐 你还吃一香菜 那天我错了吗 你还生火气呢 没有 我爸这托人带过来的新款 这手机已经修好了 能用 你快点吃吧 再不吃面羊了就不好吃了 你说我怎么那么看不关班里那些女生呢 觉得她们俗 特别俗 我们家有钱怎么了 发现她家空气还是发现世界合并 你跟她们不一样 别计较了 说得是 咱们以后可是要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 开豪车住大别墅 不 她们也就只能在这种小地方 吃饭 睡觉 等死 我爸在北京给我找了最好的深夜老师 我以后肯定比他红 你信不信 你唱歌不是跑调吗 你听过我唱歌吗 posible 老板 拉面一碗 拉招多 ignore 好嘞 去吧 好 你的牛肉拉面好了 你这样的 干吗不接啊 我爸 你爸你干吗不接 没什么事 我吃完了先走了 急什么 看什么看 再怎么看姐都比你长得好看 你有病吗 有药吗 刚才那女的是不是追徐的里巴巴呀 没注意 怎么觉得她脑子还有毛病 说话奇奇怪怪的 你离她远点就是了 我怎么觉得你俩好像认认识似的 你脑子不会也有病吧 被传染了啊 拿着嘛好用 这新的好用 你爸送你的你就自己拿着用 你再跟我这么接待我哭了 就当我送你生日礼物好不好 我生日还要大半年呢 听话 等我生日的时候再说吧 那你现在去哪儿 回家 我还有试卷要做的 你爸 对吧 我没动你 不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 不是怕你 喜欢这种事要两相情愿 你不是跟那小子玩玩了吗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连跟你玩的兴趣都没有 我是真心的 我不能没有你 我也是认真的 你忘了我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离巴拉说什么我都照做 好 你记住 心甘情愿是吧 总有一天我让你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谁也拦不住 洗完了 钱洗啊 人先走了 老板 拆得还不快 那边拆完了 就拆这边了 对了 拆钱协议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是的 一听说可以回钱楼房 所有人都派人拆了 拆了我这店他就没了 新房是住上了 但是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没了 那你也得配合呀 这可是政府的工程 你把这拿走 我不能拿回家 我妈看见我出零射得收了 拜拜 拜拜 这种饼干 一点都不好吃 不过呢 要看是谁买的了 对吧 送给你 不是我的东西 你干吗放我这年 我看不管你的事 你也管得挺多 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别约别人不知道 丽儿 你答应过我的事 我知道 我等着 不要让我等太久 不要让我等太久 这小孩 越来越不小话 晚自习不去上不说 还跟老师说 撒谎他家里生病 你别着急 他可能是到同学家里去了吧 全班同学都在上晚自习 就他没来他上谁家去啊 喂 厉德 你好 我问了 那个是瑞扬负责的 不过是市政府的工程 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你别着急 我再问问啊 那行 那先这样吧 咱们再联系 好好好 再见啊 是会面工程的事情吧 张力德想保住他那个小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怎么还这么天真 难道说 为了他那个破烂小店 我们要把这个新主节的规划给改到吗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 还有 这件事情就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真是胡闹 人家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你多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你还在操心别人家的事情 我回来了 小毅回来了 累了吧 来 书包给我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上晚自习啊 撒谎 今天下午提前放学 我去邮他家复习 我休息了 站住 你以为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邮他家你妈妈打电话过去了 邮他去上晚自习了 你们全班同学都在上晚自习 就你不在了 你干什么去了 徐一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是个天才 不用复习 不用上课 就这样就能考上大学 还有 成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儿混在一起 你怎么考名堂大学啊 我没有跟不三不四的女生混在一起 还嘴硬 那个酒吧女是怎么回事 她是你应该接触的人吗 这是不思悔改 我看你就是欠揍 你干什么呀 徐一 快跟你爸说 你早就不跟那样的女生在一起了 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她 我为什么要认错 我早就说过 不敢回到这个地方来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看就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平时这么宠着她 她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放心吧 放心吧 这事儿这事儿我来 我来处理 放心吧 来 爸拉 嗯 一边找你半个半天了 我 我明白 放心吧 这事儿上来我这事儿 好吧 好 好 好学生怎么有空来泡酒吧了 巴拉 怎么了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这么严肃 怎么啦 马上就要高考了 徐一一直没有心思学习 现在只有你能说服她 你能不能劝劝她 我不想看到她自堪堕落 傻孩子 那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的 听我虐了 不行 张要是知道了 会虐了我的 她就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你要是不想告诉她 骗骗她也可以 真是的 怕了你了 那你想办法 给她出来吧 来 贴心设计 可以装各种的零食 干净 卫生 雷队的包扰袋 可以通通地不要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再 你们看一下 最重要的 只需要花十块钱 老板 老板 来 你看看 看一下 我想买 我想买 那一百一百钱 我也要买 我让你出去卖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赶紧走 赶紧走 挡住路口了都 挖着了 挖着了 换一点了 别买了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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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 对不起啊 快走快走快走 从那一秒钟起 我就爱上了 我知道女人们 经常向你这个 交纵坏了的人 说这句话 可是请你相信 没有一个女人 像我这样死心塌地的爱过 过去是这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是这样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 暗中怀有的 不为人察觉的爱情 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 低声下气 群意奉猎 有请办法 为什么一直关机 天飞 我替你冲上了 还是打不通 你好好考试吧 有什么事 我们高考完再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什么意思 为什么意思 就是玩腻了不想玩了 你是个男人 你就拿得起放得下 你是在耍我吗 从头到尾都在耍我对吗 随便你这么想 你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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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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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住手 放开 放开 李儿 看我把你抱得多漂亮 你打算怎么跟家里交代啊 我不知道 能挡一阵试一阵啊 许易怎么样了 她没事 好着呢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跟她没关系 你就已经替她挡了酒瓶了 她有点关系 还不替人挡枪子啊 小耳朵啊 小耳朵 我帮你走一段吧 我帮你走一段吧 送给你 估计你喜欢 你拿着吧 你的眼睛也不像话 今天我发现一个新的你 什么意思 以前爸总觉得你特别胆小 今天才发现 其实你比我还要勇敢 其实你比我还要勇敢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我去图书馆了 吃饭戴个帽子像什么样子 新款式 我喜欢 对啊 女孩子爱美是好事啊 不过呢 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戴帽子好 我给你挖起来 怎么回事 我看看 不小心磕的 怎么磕的啊 脚踩空了 不小心装扶手伤了 那去医院吧 不用了 我去过医务室了 医生说没事 下次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啊 你本来耳朵就不好 我们应该带你去看看医生了 你干吗呀 我又没有说错话 吃饭吧 菜都快凉了 明天你送女儿去上学 这是我第一次对妈妈撒谎 一切好像正朝着无法预计的方向发展 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 我 珍珍认识一个人 可能真的很难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善良的人存在 正因为这份善良 所有的恶意都会因此变得柔软 所有的恶意都会因此变得柔软 尝语 有点看 你还是不想要 你还是不想要 卤士兵 我怕你 谢谢我一成不变的生活 终于有了变化 那天下午 在跳跃的阳光里 我认识到一个崭新的 与众不同的自己 之前有一个国王 掌了一对驴耳朵 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每个给他里头发的人 都因为泄露了秘密被砍头 后来呢 新换的雷八将很怕死啊 就想把这个秘密藏起来 于是就找到了一片树林 把这个秘密说给了大树听 它就活下来了 这个故事我听过 风一吹 大树还是会泄露秘密 这里不会啊 我试验过了 我从小到大的秘密 所有都在这儿 不信你听 小耳朵 说什么你都信 真配合我 你用什么想说的 就说给这片森林吧 它会把你的秘密存起来 你先说 先说就先说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爱张耀 跟到你了 我要许易开心 也大点声 我又要不是 我是李儿 我要许易每天都开心 我许易开心 啊 啊 我许易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